在臺灣鄉間仇神祭祀的場合 經常看得到機動性高的舞臺車 上面有各種歌舞表演 臺灣的攝影家沈昭良知名作品Stage 就專門拍攝記錄這種特有的舞臺車文化 他的作品巡迴世界各地 同時也獲得很多重要的攝影獎項 沈昭良最近把他開進了大學校園 第一次在校園內展開的舞臺車 晚上真的有演出 讓大家第一次感受到 生猛有力的舞臺車文化 下午四點多 鎮大校園河岸旁來了一台舞臺車 攝影家沈昭良正在測光準備拍攝 夜色低垂 搶在最後日落前的Magic Hour 沈昭良要完成在校園的舞臺車攝影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難度 就像我們工作時間很短這樣 因為其實剛剛的這個導演活動之後 我下去已經有點晚了 因為舞臺車本身會發光嘛 然後就是白天裡面基本上 白天會呈現不出來他這種舞臺 絢麗的情況 那所以當然在入夜或黃昏的時候 他的舞臺絢麗情況的表現會比較好 然後我剛剛講說在完全天還沒黑之前 那邊的一些周邊的這個景物 這些周邊的這些層次能夠被 也能夠被細緻的呈現出來這樣 這次在大學校園的攝影展將首次展出 2014年在高雄博爾園區拍攝完成的 舞臺車作品 暮色漸入低垂 舞臺車旁大家熟悉的流動攤販 還有麻豆廟宇前準備瀑豆的場景 一張張照片都述說著台灣的庶民文化 基本上我把舞臺車作為台灣文化肖像的 一種一種表征之一 然後它有來自於庶民社會的這種發想跟實踐力這樣 同時它也跟長期以來台灣民間社會的這種 這種娛樂產業有一定程度的深刻關聯 魔幻寫時的Stage舞臺車系列出現在台灣各個鄉鎮 也履獲國際攝影大獎 沈昭良巡迴歐美亞洲等地展出 將台灣特有的庶民文化帶到世界各地 台灣人能夠有這樣的發想跟最後在工業的設計上面 能夠產出這樣的東西 而且相對穩定安全 那這樣對外國朋友來講當然是非常驚豔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他透過這樣的經驗再進一步去理解 台灣或是認識台灣的這種多元的這種文化樣貌 我覺得這也是舞臺車能夠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的 同時的一個我覺得相對的一個效應 這次在大學校園展出的攝影展 精選沈昭良在2006年至2014年間的作品 帶我們回顧台灣深蒙有趣的文化 地產地展現